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1月30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業話 先說說有一則業話說到地產代理生意難做 為何近日有地產代理的店舖做網購的自提點 即是說幫人收淘寶貨再分發 網友即即清奇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亦說說娛樂消息 據報早爆王心美小儀的節目有人有料爆 訪問TVB的前外判司機 爆了一些男明星私下一面 是怎樣的消息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業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經濟一周的報導 地產代理介鋪做這個網購的自提點 網友認錯是龍頭大行 就說不如介多半邊做腳底按摩 報導的內文提到地產代理生意難勾 即使吸引專材來港 或者新盤低開散貨 仍然難以吸引大批資金入市 香港的樓市持續低迷 氣氛和以往都可以說是差天共地 日前有網民發現有地產門市貼上物流 取貨告示 驚訝在這個生意北景之下 就連地產的舖位都要轉型求生存 話說日前有網友在社交平台發貼文 就說見到有間地產的舖頭 貼上這個材料逆站的自提點的標示 掩蓋了原本店外的放盤廣告 意味地產公司在市道大不如前的環境之下 無奈地將舖位分租 務求將租金成本減低 同時有網友誤以為那間地產公司是龍頭品牌 因為它的招牌智營還有顏色 和龍頭公司都可以說是非常接近 眨眼看以為連大公司都要將舖位 改為網購的提貨站 其實從照片可見那間地產舖位 是明匯地產屬於地區地產公司 唯一的舖位位於大角咀 港灣豪亭的廣場 相信照片當中正正是那間公司的地鋪 以上來自經濟一周的報導 話說近期香港經濟又頑 樓市情況又差 有地產舖轉型求生 做網購的提貨點 希望幫補一下 另一邊雙有網友以為這間是龍頭地產 估計所致是中原地產 不過不是 這間是一些地區的地產公司 不過顏色和招牌有點像 不過怎樣說也好 即是做地產要同一時間兼顧 做淘寶貨物的中轉站 都認真吃力 而且有網友打趣到 不如多借半間舖出來做腳底按摩 當然苦中作落在這個情況下 香港的經濟情況 樓市股市都相當疲弱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的進展 根據HK01的報道有關名外醫院的醫療事故 話說氧氣磚即時加提示卡 研究明年買一些優化版的氧氣磚 報道的內文提到 名外醫院星期三11月29日深夜 公布一宗嚴重醫療事故 說一名男病人 在由眼科病房轉往深切治療部期間 醫護人員未有開啟氧氣磚氣罰 長達5分鐘沒有氧氣給到病人 病人血氧飽和量當時持續下降 病人情況持續惡化 在前日中午12時50分離世 一名外醫院在今天下午召開記者會交代詳情 九龍西醫院聯網總監羅鎮邦表示 死者在轉送病房過程當中 血氧飽和度下降轉差過後離世 發現了一個氧氣氣罰都沒有開 對病人離世感到十分難過 已經向家屬解釋 致以深切慰問還有致歉 亦會成立根源調查委員會就跟進 有關個案已經情報死因裁判官跟進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話說是很嚴重的醫療事故 這位79歲的男病人當時由眼科病房 轉送到深切治療部期間 竟然長達5分鐘沒有開那個氧氣磚 即是沒有開那個氧氣磚的氧氣給他 結果當時他的血氧飽和度不斷下跌 另邊商就說有甚麼補救措施補獲的措施 就說會開始即時加提示卡 和明年研究買這個優化版氧氣磚 不過怎樣說也好 死者異議相信家屬相當傷心 要求一個真相 究竟過程中哪個位置出了事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商台早霸王的節目 TVB前外判司機就大爆男明星私下一面 清曾經被小生學罵 而有人扮闊老萬歲竟然是選人來請 報導的內文提到 藝人鏡頭以外的生活一向都是大家的焦點 不時有人在網上開鐵文大爆 捕獲藝人們私下不為人知的一面 結果成為熱話 近日在深美 阮小儀 梁家琦主持的商台節目 早霸王之上有自稱是前TVB外判司機 但爆友一線小生 表面出手就闊出 經常高呼萬歲來請客 但實質樣樣計到盡 實在有欠大將之風 早前早霸王就新增了這個環節 接獲一位自稱曾經做過TVB外判司機 負責駕駛外景車的聽眾黃先生內電 透露有一個一線小生未紅的時間已經有氣炎 就說有次出外景拍一些飲食節目 要在馬路中心下車 其他人下車 但他還坐在中間 翹起手 抹大雙腳坐在那 那我就開車 他突然間很大聲罵 就說你做甚麼 我都未下車 我心想一線那些藝人都沒有你這樣 其實黃先生再爆一線小生的沽航行為 就說有次出外景 大家去餐廳吃飯 公司已經有三十元的飯錢就做那個的津貼 一線小生在現場大大聲就說 今天我包底 那我們就吃了 怎知道時候他跟劇務就說 那六個人不是直屬的TVB員工 為甚麼要請他們 黃先生就說 那我跟劇務說不要緊 我比較二十元一個 六個人即是一百二十元 多了的我請他喝茶的 不要那麼小器 那森美和梁家琦都忍不住批評 森美更加點名指一名的一線小生 大讚陳豪出名好人 那梁家琦也都讚馬國名有善 看來兩個人就不是嫌疑犯 那跟著另外有一個外判司機就叫做M 那我來電表示自己曾經遇過同類事件 但相信兩個一線小生並非同一個人 他就說 有一次我出Crew就拍一個節目 中間的時間大家吃飯 那個藝人心情好 說下午吃飯他萬歲 那大家很開心 車獎都一起吃飯 怎知道他說喝東西是我的車獎 那浪費吧 凍飲加兩元我們自己給吧 本身那個餐都包飲飲 那森美和梁家琦忍不住爆笑 那森美更加說這些一線好東西 精打細算 以上來自星道日報的報導 好 認真有趣的討論 話說有人就聲稱自己做過TVB的前外判司機 於是致電商台就跟阿森美聊聊天 就說到一些藝人背後的一面 不過都是得淡笑 即是請全場吃飯 不過算到盡 若然發現那幾個不是TVB的直系員工 就不應該請 另外還有一些灑脾氣 都未到一線就已經未紅鮮嬌 鄺仔以往的確因為作家的身份 都接觸過不少的藝人 幸好接觸的藝人都幾有禮貌 都沒有什麼不愉快事件 但這一類的情況有機會在娛樂圈就不時發生 即是人前人後 咪前咪後 鏡頭前鏡頭後 都可能是不同的人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